請你幫我接浪步 因為麻油雞就是麻油加雞加漿 它就是手腳很冰了 頭暈眼花 所以它也是屬於我們所謂 女生的女人湯 男生他下午還沒下班 就感覺疲勞 或容易頭暈眼花 所以你發現都是男生 可做約去下班吃 薑母鴨 對 剛才說了一個麻油雞 叫女人湯 薑母鴨雞叫 還對 通天聰明補 身體健康一整年 怎麼補才正確 精采內容千萬別錯過 我們現在既然是冬天的狀態 我們就要聊聊冬天 有沒有人這個補 要小心補過頭 是它根本不適合去吃這一些的 有沒有 來 周醫師 比方說它有免疫系統問題 比方像紅斑性狼瘡或是肝血 或僵脂性脊椎炎 或是像類風式關節炎這種紅彩炎 它本來就不能補 或像三高 像高血脂 高血糖的 或是它在急性發作 比方發高燒 咽喉腫痛 或是它在長滿臉痘痘痘痘 痴瘡發作便秘的時候 它本來就不能補 那就先不要太補就比較好 尤其是有些免疫系統也相關的 那個不能亂補對不對 但有時候我們就偏偏覺得 免疫系統我最近就是很常感冒 我身體覺得很虛弱 就想補一下 所以我們就拼命去吃去補的 那可能就適得其反了 但今天我們既然整理了一下 說香氣四溢 今天有個四字 今天準備了四道的料理 太好了一次給它補到底 補到底了 而且都是大家常吃的東西 那我們看一下第一道就是 藥燉排骨 藥燉排骨這個應該都有吃過嘛 有有有 而且我覺得因為我很愛喝湯 所以其實藥燉排骨 都可以吃 就譬如說可能有點累 今天有點累了 覺得應該要補個元氣 那就喝一點藥燉排骨 因為其他的感覺就 好像要冬邊吃 比較油一點 對 因為藥燉排骨感覺比較溫一點 所以要我的話 其實藥燉排骨對我來講 是補我自己元氣 但是你喝了會有感覺嗎 就是會覺得比較舒服嗎 因為它就是裡面有中藥 你知道嗎 所以它那個湯這樣喝 你會覺得 通常都是就是晚餐 就是有點當宵夜那樣來吃 然後喝完一碗湯就很好睡 然後睡不著 很好睡 太有精神不是嗎 太好睡了 我覺得還不錯 對 所以像這種藥燉排骨 其實應該還是有適合的族權 對 我們來看看 適合什麼樣的人呢 說是睡不好 待在冷氣房容易打噴氣流鼻水的人 因為就像是那個甄莉說的一樣 它其實是四季 而且它是夏天可以去做涼補 它非常的溫和 它裡面加了一些熟地 還有核手屋式 讓它整個造性減少了 所以它比方說它可以補充體力啦 又問題是它的肉又很少 我們就吃它的一個 藥的一個汁 萃取的 加上一個肉汁的一點點瘦 讓我們覺得增強體力 又不會去增加很多的一些 不好的脂肪和過度的負擔 所以這個在核手屋 還有一些枸杞 桂枝的一個搭配 是比較適合四季都可以補 有通風可以喝嗎 當然是比較不可以喝的 所以它有一些禁忌 還是要告訴大家的 像急性感冒的時候 你咽喉已經腫痛 或是像在發高燒 甚至像痛風的 你這個腳非常的痛 關鍵很痛的時候 甚至像你熬夜很多 像加班過度 你像要吃一些補的時候 甚至像蟲麻疹 或是滿臉痘痘的人 都現意是不要吃的 但是像我們這個 吃了藥燉排骨之後 如果有一些什麼 例如不舒服的症狀 因為你這個還是 有一些不適合的對不對 真的很恐怖 我們很多病人 都是因為吃了補之後 第二天很硬來找我們 他就說我真的很緊 那我們就會跟他說 那吃七天炭青菜就好了 他說怎麼可能那麼壞 因為其實它就是 火油燙的你知道嗎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發現說 當你吃了藥燉排骨 它已經那麼溫和了 已經吃了四季補 可是你眼屎變多 已經開始上火 甚至聲音沙啞 它很快 比方說你吃完 你還沒吃到滷肉飯那一口 才吃到藥燉排 藥燉排有要配滷肉飯 對 一定配 是一配的 這滷肉飯就是 你看你聲音燒瞎 或是第二天大便 比較乾硬黏臭 其實你還是不適合吃 藥燉排骨的 真的 但是回過來周醫師 睡不好喝這個藥燉排骨 它就有安神 因為它裡面 不只補充元氣 它就是因為睡不好長久的 其實它的營養下降氣虛 而且心臟是功能比較弱的時候 你給它補充熱湯下去 它的一個回暖度和末燒 因為溫暖了而安定身體 暖心 是會這個意思 對不對 但是確實剛才就是剛才講的 那個痛風 因為我們剛才講的說 是急性痛風 所以有些人會覺得說 所以我腳沒有腫起來 我應該就可以吃吧 不一定 因為之前有一個人 他就是跟朋友去逛夜市 然後逛一逛一逛一逛 就看到了 然後就覺得說這個很好吃 就吃了 吃它個兩大碗 後來第二天 早上起床的時候 我發現它整個腳就腫起來 後來一去看 就發現痛風發作 天啊 所以如果說什麼樣的狀況下 叫做 你想說急性發作 是已經發作了才不能吃 還是說我平常有痛風病食 我就一定不能吃藥燉排骨呢 如果說你真的那天 你已經吃了還蠻多的 蛋白質的東西 然後你又吃藥燉排骨比較多 那之下像那一天 如果水喝得很少 因為有些人冬天到了 就想說有些人怕晚上 要起來上廁所或幹嘛 他幾乎晚一點就不喝水 對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本身你體液相對濃縮的情況下 本來痛風結晶時就容易吸出 所以你的風險會大增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吃它 我的建議可能是 如果你是平常的 就它不能喝太多 對 其實我也覺得就是 像藥燉排骨這一類 可以敦補的東西 真的假的 像你看馬來西亞 新加坡這些就是 他們早期會喝這個肉骨茶 是因為早上起來要做那個 都是在碼頭 都是用出力的工作 所以他們會 腰燉排骨來補充體力 然後配白飯 那有的甚至就會沾豆腐乳 有的沾辣椒醬 有的沾甜醬油 那他們為什麼都在早上吃呢 因為早上你需要體力 可是我要睡覺了 我再把它喝一大碗的腰燉排骨 對你來講 腸胃負擔以外 就像素卿講的 可能第二天 痛快就來了 吃錯時間 因為你要睡覺 你不可能再去喝水 來接下來第二樣 不得了 我很愛 我當然愛 我就準備好了 你也幫我準備好了 真不錯 麻油雞 麻油雞 麻油雞這個必吃 冬天一定要吃 因為像我們家裡 會用豬骨頭跟雞架子 去做那個湯的基底 然後呢 在每天就是看 大家想要喝什麼樣不同的湯 自己再去煮 你這樣我也很想吃 你覺得我幹嘛一直講 一直講 那因為通常在冬天 會吃麻油雞 因為你會覺得 四肢比較冷的時候 其實麻油雞 它可以讓你血液循環 變快 對 然後血液循環變快 就會暖起來了 這個我真的是 全年四季都來吃 因為我們家樓下剛好 反而這個你就全年四季了 對 就是有一家賣這種麻油雞 麻油腰花什麼什麼的 它就是一小碗一小碗的 一用一用這樣倒出來的 然後我幾乎不是把它當主餐 我就是 我不管是主餐吃什麼 我都會再去買一個麻油雞 就當我的湯品使用 因為我覺得這個 對我來講是變很有效 是因為我自己很容易四肢冰冷 但是有時候它是 冬天會冷到那種 你即便是很冷 然後你穿襪子戴手套 它都暖不回來的時候 我就會去喝麻油雞 然後它等於是從裡面再熱 然後散發出外面 然後那時候我才會全身就是用麻油雞 這叫特效藥 對 對不對 我喝這個我也感覺比藥燉排骨 強烈一點 強 當然 對 加麻油 我知道 但是藥燉排骨而已 什麼一樣東西 對 好 所以麻油雞 適合什麼族群 適合的是 手腳冰冷 四肢容易抽筋的人 對 這個東西真的是一個 讓人家很恐怖的 叫麻油雞 你也愛吃嗎 是 愛吃 就是還是很恐怖 不是 因為如果我們來舉例來說 麻油雞是我們最常出問題的第一名 藥燉排骨是都不會出問題的最後一名 真的假的嗎 在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